男主卷毛哥在警察局上班 但他胆小怕事 注定没什么前途 几乎所有人看到他都要欺负一下 甚至连邻居家的小狗也欺负他 一天正在上班的卷毛哥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但此时同事们都去打棒球了 晚班无奈之下 卷毛哥独自一人驾车出警 但他今天踩到狗屎了 没过一会儿就出了车祸命悬一线 本以为卷毛哥就这样因公殉职了 没想到被一个神秘科学家撞见 科学家被卷毛哥移植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器官 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这哪像是科学家 简直是话陀在世了 随后科学家把卷毛哥送回了原处 当他醒来后发现自己毫发无损 也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跑步的时候 卷毛哥就像开挂了一样 跑得比马还快 对这一变化 卷毛哥可是乐开了花 跑着跑着 就遇到了一个正在遛狗的短发美女 金虫上脑的他忍不住走上前搭讪 两人一聊才知道 原来短发妹是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 正直开心的时候 突然一个飞盘飞了过来 卷毛哥像是条件反射一般 直接飞了出去 并咬住了飞盘 短发妹简直被惊呆了 而卷毛哥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吃惊 在之后的工作中 卷毛哥一路开挂般地立下很多功劳 一次还发现了某个人身上携带毒品 局长特意给卷毛哥开了个表彰大会 这也算是出人头地了 正当卷毛哥风生水起的时候 科学家找到了他 并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 尽管卷毛哥拥有了各种动物的能力 但同时也有了动物的兽性 兽性一旦发作 根本控制不住 所以叫他不要到处乱跑 然而卷毛哥就是不信这个邪 到了第二天 卷毛哥在大街上看到美女时 体内的欲望蠢蠢欲动 差点没把持住 接着又来到肉店偷吃了生肉 没想到科学家说的话得到了应验 没办法 卷毛哥只能求助于科学家 科学家给了卷毛几个没用的建议之后 又给他戴上了一个宠物头套 这一下还真的把卷毛哥当成宠物养了 然而这些都没太大作用 之后他还是人面兽心的 在小镇上生活着 一系列反常的行为 也让其他人感到好奇 不过卷毛哥还是成功勾搭上了短发妹 并在约会的时候取得了他的好感 约会结束后还获得了相吻一枚 这让卷毛哥兴奋不已 由于太过兴奋 卷毛哥一阵乱跑中冲进了牛群 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醒来时 卷毛哥发现自己全身赤裸 接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去上班了 然而警方还是接到了牛被杀的报警电话 卷毛哥一听开始慌了 难道昨晚上牛是被自己咬死的吗 而局长在看到卷毛哥一系列怪异行为后 直接将他停职了 卷毛哥很伤心地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短发妹 善良的短发妹为了安慰他 一整晚都陪着他 然而警察还是查出 卷毛哥就是杀牛的凶手 于是都赶过来抓捕他 而卷毛哥也凭借着动物的本能 逃过层层追捕 结果在逃亡的途中碰到了科学家 科学家告诉他 说这里不止有你一个动物改造人 你要当心啊 卷毛哥继续跑着跑着 突然闻到了前面有烤肉的香味 他还是按捺不住欲望 直接冲了过去乱啃一番 没想到这是同事设下的圈套 卷毛哥撒腿就跑 同事就在后面穷追不舍 卷毛哥凭借超强的弹跳力 跳过了悬崖 而同事也跟着跳了过去 结果挂在了悬崖上 善良的卷毛哥还是回头救出了同事 没想到同事恩将仇报 反咬卷毛哥一口 而此时出现一个人影 直接将同事扑倒在地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短发妹 没想到短发妹也是个动物改造人 而这个小镇上的居民也赶了过来 都叫嚣着要杀掉这两个怪物 这时一个黑人小哥站了出来 并承认了那些牛是自己咬死的 原来他也是个动物改造人 他恳求大家逮捕自己 没想到在场的居民因为害怕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 都选择了沉默 这件事也草草收场了 最终卷毛哥和短发妹开始了没修没造的交往 并生下了几个孩子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